又燙又懶頭髮快毀壞了 該怎麼辦 護髮油要在什麼時候使用 有日夜之分嗎 該如何選擇自己的護髮油 不對 Sorry 我一直在幹嘛 天女下板來解答 大家好 我是Miyaki 今天要來解開大家對護髮的一千問 毛罩乾燥的頭髮跟我髒護就對了 頭髮跟臉不一樣 在造型之前 都必須要做護髮的打底 無論是在施髮乾髮 都要先塗上護髮油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熱傷害 並且提高光澤度喔 護髮油不但可以加強保濕 它還可以鬆開糾結的頭髮 就像是這個棕色版本的精緻護髮油 就非常的適合燙燃後受損法來做使用喔 這裡面含有六種花卉植物萃取精華 並且能安撫毛罩的頭髮 讓髮尾保濕不分岔 讓頭髮光澤度提升喔 護髮沒有分日葉喔 髮油乾濕都可以使用 日間護髮可以選擇玫瑰和草本精華 這種清爽質地的 浮皮毛罩柔順髮濕 夜間可以依據髮質選擇使用 金色 紅色 棕色 與精華這四款深層的滋潤與修護 對陣下藥選擇護髮油效果才會最好喔 這兩罐是比較清爽的 如果你的頭髮容易斷裂 可以選擇草本精華 如果你的頭髮比較毛躁 我們則可以選擇玫瑰精華 想要修護更有感覺可以選擇這四款 像Model的髮質屬於細軟髮 容易毛躁的型 就可以選擇玫瑰跟紅色款 早上使用玫瑰精華 晚上使用紅色款 日夜持續修護喔 好啦 以上就是我收到的護髮一千問 希望真的可以幫助到大家 在護髮這條路上變得更輕鬆更有感 再也不會被毛躁纏身 並且跟分叉說掰掰唷